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顺服你的道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5月23号 今天的经段是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1节 这次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格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 他身在本都 因为克劳蒂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心境带着七百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和提摩泰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犹斯都 是敬拜上帝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师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习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 只管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 好这是保罗从铁山罗尼加受到迫害 然后一路逃 一路逃他先到提里亚 然后再到雅典 最后来到这一个马其顿的最下方的一个当时候 著名的港口 哥林多 而保罗就来到这个哥林多 经文告诉我们 他就来到哥林多住了一年六个月 是的保罗 哥林多似乎是一个逃命的一个历程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来迫害他 并且让他不得不转向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 在这个地方来到哥林多 事实上也遇到了许多犹太人 抗拒保罗所传的道 换言之 保罗最先最先的宣教策略 其实他都是进到犹太人会堂 因为告诉他们什么是基督这件事情 外邦人其实并没有 在他们文化里面并听不懂 因此唯有在犹太人的这个群体当中 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 基督其实就是上帝所高谋的那一位 而上帝所高谋的那一位 早前其实有先知 有大祭司 有君王 因此 重点是上帝高谋之后 他要在这个阶段来拯救 这就是基督 而耶稣是基督 正是出来教会里面 非常要紧的信仰告白 以及见证 保罗一路见证这件事情 却一路被挨打 但是在挨打逃亡的这个历程 上帝似乎就透过圣灵 不断的引导 因为圣灵在保罗身上 让他不得不说 不得不去做 因此就像他来到哥林多 这个地方 他同样也这样去经历这件事情 事实上遇到压迫 人遇到压迫 怎么可能不惧怕 事实上保罗也是一路挨打压迫 但是保罗却忍不住 一定要说 就好像我们读到的 在夜间 主在异乡当中 对保罗所说的话 主对他说 不要怕直观讲 不要闭口 因有我与你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与我们同在 因此我们虽然会害怕 但却要努力的宣讲 这正是保罗到 特别在哥林多这个地方 他所做的事情 同时他在会堂里面 也受到阻碍阻挠 但是他却从此之后 转向外邦人 在外邦人当中来做工 而这当中 上帝也差遣了许多 在地的天使陪伴着他 我们不知道福音什么时候 传到罗马 但是罗马 从罗马下来到哥林多 移居到哥林多的这两个人 显然他当时候 就成为哥林多教会 非常重要的同工 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 在地的同工 因为他们在那里 一起支着帐篷为生 然后就建立了 第一代的哥林多教会 后来这两个人 就是亚基拉 以及他的太太 百基拉 亚基拉跟百基拉 他们后来再返回罗马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成为 罗马教会重要的同工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忘记 是的 虽然我们会遇到祸害 然而上帝会猜浅死者 陪伴我们 与我们一起同工 并且帮助我们建立 属他的教会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扶持 并且帮助我们 勇敢的站立 建立上帝的教会 以及上帝的道 求主帮助我们 奉你的道去宣讲 去见证 也求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真能经历 上帝你丰富的爱 主我们深知 我们会遇到犯难 遇到压迫 遇到阻挠 但我们却也深知 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平安 求主与我们同在 并且帮助我们 去宣讲 因为主 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 仍然有许多属你的百姓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